Hello 大家好 首先今天我們介紹一下Maya Maya 你見到我隨便移動這個平面的位置 或者立體的位置 位移的時候 我們只需要按一下 Altr和滑鼠的左鍵 按住兩個按鈕 我們就可以移動滑鼠來移動這個畫面 其次 起模特兒最基本的都是一堆 球體、立方體、處體、追體 這些基本形狀 我們可以在左上角拉出來 你會見到現在只有線 我們只需要按一下鍵盤上面的5按鈕 我們就可以見到它由線變成一個Object Mode 即是你可以見到Face 既然這樣 我們在畫面 我們看到它有一個座標軸 XYZ軸 我們可以移動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其實我們是用了它的工具 移動的工具 在左手邊 第四個 還有我們還可以按旋轉 我們就可以旋轉這個Object 還有這個Scale 可以放大縮小它的Size 說了那麼久 我們一堆亂動的 亂動的 它就會亂了 我們復原也很簡單 很多軟件的復原都是Ctrl加Z 但是在Maya的建議 我們只需要按Z 就可以復原回剛才的步驟 今天就先講到這麼多 大家看第二段影片的時候 我們再講一下我們的Findy Project 要做些什麼 希望大家試一下練習一下 還有我們可以按空白鍵 就可以切換到四個視窗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整得不 但多數我們都只會用到這個視窗 因為Maya它的特點就是 多數的Model都是用這個視窗 不像3D Max 要依靠其他三個 正面、側面、虎 正執負三面 但是某程度上來講 我們如果要跟著幅圖來建的話 我們都要依靠這三面來 收拾一些位置 好 今天講到這麼多 不阻礙大家練習了 大家可以在電腦裡試一下 就這樣吧 拜拜